哈喽大家好我是王刚 本期视频我跟大家分享香菇白菜汤的做法 首先我们准备大白菜一颗 切掉头之后将每一片叶子分开放入盆中 准备鲜香菇50克去头之后备用 最好选择大一些的香菇 准备海鲜菇100克切头之后放入盆中准备清洗 盆中加入适量的清水将所有原材料清洗干净备用 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多清洗几遍 然后将清洗干净的原材料用手撕成小块备用 下一步我们开始准备辅料 盆中打入鸡蛋4个 然后加入食用盐0.5克 加入少许的胡椒粉 加入几滴白醋 最后将鸡蛋朝一个方向搅拌均匀备用 必须将蛋液搅拌至起泡为止 下一步我们开始制作 首先我们把锅烧热 锅烧热之后加入适量的油滑锅 滑好锅之后将热油倒出 然后再加入适量的底油 将油温烧至五成热 油温五成热之后将准备好的蛋液下锅 然后开小火将鸡蛋的两面各煎制一分钟 中途的时候再翻过来煎另一面 将鸡蛋煎成金黄色之后再加入事先准备好的开水 然后开大火烧开 大火烧开之后再皮去熟抹 然后再加入准备好的原材料下锅 再次将汤汁烧开之后再转小火熬十分钟 这一步的目的是将白菜汤煮浓煮白 将白菜汤煮浓煮白之后开始调味 锅中加入食用盐两克 加入少许的白糖提鲜 最后再加入少许的胡椒粉 不喜欢胡椒粉的同学可以不加 将味道调好之后即可吃锅 一道营养非常丰富的白菜香菇汤就制作完成 下面开始白菜香菇汤的技术总结 第一 所有原材料最好用手撕而不用刀切 这样做出来的汤会更加的鲜美 第二 喜欢清汤的同学可以不用加鸡蛋煮 加鸡蛋的目的是让白菜汤更加的浓白 第三 此汤切勿添加鸡精味精 否则会失去原汤的鲜味 白菜香菇汤的技术总结完毕 关注西瓜视频美食作家王刚 这里总有一款属于你的菜